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人民币破期之后很快的时间 美国就立即把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 那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而它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 一个国家被定为汇率操纵国以后 美国有可能会采取四个方面来纠正汇率被操纵的情况 首先就是金融领域的反制 比如说限制美国企业对这个国家的投资 因为实际上在最近二十几年来 很少有国家真的被定为汇率操纵国 所以早几十年前的全球资本市场的情况和现在不一样 因为那个时候的全球资本市场交易没那么活跃 所以很多国家它把自己的货币贬值 相对于美元贬值呢 它的目的一个是促进本国出口嘛 出口商品更加便宜 另外一个目的呢 其实它是想吸引美元流露 意味着美国投资商拿着钱到这个国家去美元就更清花了嘛 它就可以买更多的原材料啊 雇更多的人 所以呢金融领域的反制呢 就是说以前是限制美国企业去这个国家投资 也就是说阻止就是它货币贬值的目的之一实现 是这个意义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美国政府采购把这个汇率操纵国排除在供应地之外 这个也比较好理解 因为你让自己本币贬值就是为了增加出口 那政府作为采购者的话 他就不给你增加出口额 他就不当你的客户嘛 第三方面呢 就是和国际组织合作 具体的说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他打交道 要求对这个汇率操纵国呢 加强监督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呢 他可以给他的成员国提出警告 或者提出建议 就是说这个国家是政府操纵汇率 取得进出口方面的优势 所以你跟他打交道的时候呢 得小心一点 得多长个心眼 第四方面呢 就是关税举动了 采取惩罚性关税 就是你这个国家让本币贬值所获得的出口优势 那这个进口国呢 美国呢 就把关税给你加上去 你从这个本币贬值得到多少好处 就给你多收多少关税 大体上呢 是包括这四个方面 那他采取这四种手段之后 是否会达到他所期望的效果 其实呢 美国政府他如何纠正这个一个国家 刻意贬值自己货币所带来的好处 他基本上是个行政举措 所以并没有固定的公式 说他一定会遵循哪些方面去哪些领域采取措施 他基本上呢 就是两个原则 第一个就是效果原则 效果原则就是说 你这个国家操纵汇率所得到的好处 在金融和外贸方面得到好处 他给你抹平了 这是一个效果原则 第二个原则就是相关性原则 就是你由于本币贬值在哪些领域得到了好处 他就在相关的领域发起反制措施 不相关领域的报复呢 这个一般不会美国这样去做 因为他这样做的话 就容易造成彼此报复的泛滥失控了 比如说伊朗击落了美国的无人机 那么美国的军事报复手段呢 就是摧毁伊朗的几个防空导弹基地 几个雷达站 对吧 他直接和击落无人机这个行动有关的 他不会说你击落我一架无人机 我去炸你一座化工厂 或者说我去摧毁你一座政府建筑 炸沉你几艘军舰 这就是不相关领域的报复 这种不相关领域的报复就极其容易失控 所以美国一般不这么做 在军事领域是这样 那在外贸和经济领域也同样是这样 也就是说呢 本着相关性原则和时效性原则 其实美国政府他可以选择的这些面呢 可选项是很多的 因为毕竟美元是国际主要储备货币 也是国际贸易当中的主要结算货币 那整个美元清算体系都是在美国的手上 所以他在金融领域 在贸易领域可以发招的地方很多 至于说关税方面的报复呢 实际上川普在把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之前 已经在做了 给中国出口到美国3000亿美元的商品 加10%的关税 他现在要考虑的就是说 这10%够不够的问题 因为有让人民币贬值一个新的情况出现了 那么9月1号是加到10% 还是一口气加到25% 之前加的那些关税 那个税率是不是还要提高 他考虑的是这个问题 现在可以肯定的一点呢 就是说汇率问题的谈判 他会纳入到中美贸易谈判 合而为一 在9月份的这个计划开启的谈判当中 他肯定会包括其中 所以现在把这个中共定为汇率操纵者呢 实际上是把这个谈判的门槛抬高了 那对于这个北京这边来讲的话 实际上谈判变得更加艰巨了 我们再来看这个国资委主任好鹏 最近的一些举动 他是前段时间见了马云 那么最近又见了马化腾 所以大家都觉得 这是不是要进行这个公私合营了 因为他提出这个互联网企业 要和央企进行深度融合 那你觉得从哪些方面来实现 他所谓的这种大数据啊 人工智能等多方面的这种深度融合呢 深度融合的意思就是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大家不分嘛 这是融合的意思嘛 深度的话呢意思就是说 联系的非常紧密 其实新闻报道当中 马云所提的是和央企的交流合作 但是呢这个好鹏提的是深度融合 所以可见呢这个政府的要求呢 它是比企业那边的要求 要更深一层的 怎么个深度融合法呢 如果从较前表层次来讲的话 首先是应用上的融合 比方说马云曾经鼓吹过数字计划经济 就是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对用户的习惯 它的偏好做出分析整理 从而指导央企提供更加市销对路的产品 降低成本提高利润 那就是使得这个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变得高度可计划性 这是所谓的数字计划经济 马云所提出的 那么首先可能就包括这些方面 就是相当于像阿里巴巴和腾讯这样的公司 成为了央企的计划部门和市场部门 给它扮演这个角色 那第二方面的深度融合呢 就表示可能这些IT企业 要帮助央企实现智能化的升级和改造 就是帮助这些央企建立自己的数据采集和分析系统 那么以后它不假外求 它自己也可以对市场的变化做出精确的反应 那相当于呢 就是这些IT企业变成了央企的IT部门了 第三方面呢 我觉得是很关键 就是说所谓深度融合 到底这个是怎么个融合法 它其实最终是在于一个资本关系和利益分配关系上 就是说阿里巴巴和腾讯 你变成央企的市场部或者IT部门也好 这其实没有问题 因为任何国家的大企业 它都可能把它自己的某些业务 外包给专业的公司去做 关键是民营企业和央企相连接 民营企业的核心优势 它是不是公平地转化为它的收益 转化为它的资本地位 市场地位 这个转化过程和结果是很关键的 比如说阿里巴巴 你们央企制定了销售计划和生产计划 那么央企它是不是在利益分配上 给你一个合理的补偿 还是说给你说几句好话 象征性的给点钱 就相当于你为国家做贡献 就给你打发了 再比如说这些IT巨头 像央企开放自己的云计算资源 开放自己的核心优势的话 那么对于央企增加的收益 你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合理的索取权 你们俩共同做一个业务 那么你的核心优势 你的技术优势 你的资本 加上你的市场经验 是不是让你在合资项目当中 占有一个公平的股权比例等等 这些问题才是关键 那么以前这些央企和互联网 合作的模式有哪些呢 过去几年 央企的通信企业和这些民营的 互联网巨头的合作模式 在资本层面 在这个数据资源方面都有 比如说联通混改 让这个腾讯和阿里巴巴入股联通 这是资本方面的输入 2017年的时候呢 联通又和阿里巴巴互相开放云计算资源 这就是他们的这个核心数据资源方面的融合 但说是互相开放云计算 其实不公平 因为阿里巴巴 它的数据商业价值要远远大于联通 所以这相当于是一个企业 把自己的核心优势拱手让人 一个明智的企业家 他当然是不会这么做的 短时间内也许你收入能够增加一些 但是长远来说不划算 所以这种所谓的合作融合模式呢 就有很强的公私合营的色彩 公私合营呢 它并不是真正的双方合股 彼此参股市场合作 它不是这个模式 它是一方是以公权力为后盾 以政府强制力量要求对方配合 是这样一种方式 就是说你必须得合作 你不合作还不行 所以它就没有公平可言 所以现在也是阿里巴巴和腾讯 这些公司养肥了挨宰的时候 你就必须开放核讯资源 给国有企业 还有一种比较典型的融合方式 就是先由民营企业去打拼市场 打出一片天 把这个市场培育成熟了 然后政府来下山摘桃子 比如说吧 在社会信用评分这个领域 本来阿里巴巴是比较有优势的 它曾经搞出过一个芝麻信用 就是在阿里的电商平台上面 由于有这个数量庞大人群的交易记录 所以每个人每家企业 它的信用历史怎么样 有没有拖账欠账 有没有拒绝退货 有没有这方面的投诉 一目了然 所以它来做这个社会信用评分 应该是比较有条件的 而中国的金融系统方面 社会信用评分这一块 确实是个欠缺 2015年的时候 确实央行为了搞这个社会信用评分体系 是让八家企业分别去做试点 就其中包括阿里的芝麻信用 但是没有一家通过审核 最后的情况是什么 是央企在2018年初的时候 批了一家叫做百行征信的公司 这家公司是默默无闻 突然间冒出来的 它的来头是怎么样的呢 这家百行征信公司 它的大股东 就是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 而这个互联网金融协会 实际上它是一个官办机构 带国字头的协会 它其实都是政府的外围机构 它是2015年底的时候 由十个政府部委 共同发起成立的这么一个机构 来管理互联网金融的 其实呢 它是一个政府机构 36%的股份归它 原来试点的这八家机构呢 包括芝麻信用在内 各占这家垄断性公司的 就是百行征信的8%股份 所以一转眼间 他们就从一个市场的打拼者 本来还满怀希望 未来能够占据这个市场的大份额 瓜分大蛋糕 一下子就变成了 这家垄断公司的小股东了 所以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 下山摘桃的方式 让民营企业去培养市场 然后突然间 这个政府就成立一家 政策性的垄断公司 那这些民营企业呢 就没有抓拿了 因为它那个政府是 主管机构 是监管机构嘛 它得给你资质 你没有资质怎么经营呢 没有办法 只好带着你的资金技术 和你的市场渠道 等等这方面的资源 心甘情愿去当 这家垄断性公司的 一个小股东 你才能够在这个市场 继续经营 那换句话说呢 就是你的角色 一夜之间就转换了 你由一个 本来是这个市场的 主宰者之一 突然变成了 这家垄断性公司的 一头奶牛了 你还是干你原来的事情 继续挣钱 只不过大部分收益 都归了这家垄断性公司了 那我们看到这个 喉舌出来辟谣了 说这个不是公司合营 但是在中共这个经济 非常严峻的形势之下呢 这个国企压榨民企 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而且是必然的趋势 当然其实这还不是最坏的 对吧 挤点奶呀 让你掏点钱啊 还不是最坏的 最坏的是你掏钱 还不能免灾 好 谢谢文昭 谢谢言真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这一次的 大陆新闻节追究目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再见